2021年5月15日,19时至16日15时,我市报告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,目前已转入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隔离治疗,现将有关情况通告以下。 第一,患者基本情况,某某某女83岁,中国籍,家庭住址,沈阳市和平区文艺路一园小区,系5月15日,我市报告本土确诊病例的母亲。 该病例,成立于5月3日,与其儿子及其家人共计12人自驾去败鱼圈旅游,入住败鱼圈华军温泉度假酒店,5月5日翻审。 5月15日,作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,被送至市级医学隔离观察点,集中隔离。 当晚19时,报告期核酸检测结果,为新冠病毒可疑阳性。 5月16日,凌晨20时,经市集公中心核酸检测,报告结果为阳性。 目前,该患者已转入市第六人民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诊断治疗, 经省级医疗专家组会诊,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。 5月15日19时,自16日15时,沈阳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两例。 目前,两病例病情平稳,精神状态良好。 两例患者,不是我是第一批接种疫苗的18到59岁的重点人群, 两人均未接种过新冠病毒疫苗。